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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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首先欢迎大家大家晚安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公益大讲堂 那我是袁文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公益大讲堂 公益大讲堂那是BRI乔路基金会 Bridge Road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 乔路基金会主办的 乔路基金会是在加州註册的一个非盈利组织 主要是服务在美国的华人 一方面是做一些中美文化各方面的交流的活动 另外一方面也是服务在美的华人社区 也是致力于培养下一代的华人的领袖吧 那从这个Pandemic开始呢 我们这个乔路基金会就开始了这个公益大讲堂 那最主要是一开始是为了大家介绍这个关于疫情的一些知识 那后来呢也逐渐发展成就是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主题的讲座 包括文化历史啊 艺术啊 音乐啊 各种各方面的 也包括美国社会政治 那这个差不多三年我们已经举办了超过300多场公益讲座 那实际上我们最开始就是和今天我们的嘉宾江医生就是有合作 那江医生呢 记得就是已经在我们公益大讲堂 已经主办了很多场的关于这个疫情的一些科普讲座吧 那接下来呢 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江医生啊 江医生呢 凯文讲 他是从上海 从大陆来的 在上海呢 在国内呢 是就对于上海医科大学临床医师系 后来呢 来到美国拿到了药理药剂学博士学位 同时呢 在UCSF做住院药剂师已经超过20多年啊 那他从小就有从医助人的梦想 然后 特别是 刚才我也讲了 就在疫情的期间 他已经主动在我们这个公益大讲堂 就办了很多场的这个公益讲座 来向大家介绍这个疫情啊 怎么应对这个COVID啊 这些事情啊 包括疫苗的介绍啊什么的 同时呢 他还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啊 也是向大家答应解难 特别是他有几十个微信群是专门服务这个大陆留学生 你知道就是大陆留学生到这儿 上次举目无亲 然后碰到这个疫情也是很多是需要帮助的啊 那江医生呢 上在几十个微信群里面上帮助了 我不知道几百个是上千个这个留学生啊 真的是真的是这个医者人性啊 我们是特别的感动 所以呢 我们今天呢 也很高兴再次请到江医生啊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关于甲帐县的一些一些知识啊 所以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江医生 好 谢谢袁文先生 谢谢Debra姐啊 我知道禁婚姐今天没空没过来 但是我非常高兴 那么现在来让我先转换一下我的我的屏幕 好不好 好 应该大家应该都看得见吧 这个我的屏幕应该都看得见吧 袁文先生看得见吗 看得见 好好好 那么呢 谢谢袁文先生的邀请 其实呢 我非常高兴让我有这个机会呢 和大家分享一下很多在医学上的知识 从新冠开始 我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想把一些信息啊 英文的信息啊 用中文的方式和大家交流一下 给大家一些信息而已 而后来呢 就慢慢呢 我觉得就变成了是我的一个责任啊 我觉得我 我有这个需要啊 告诉大家一些真实的东西 因为疫情至今有各种各样的谣传吧 或者说各种各样不真实的消息 那么我就想把这些东西给澄清一下 也减少一下大家的顾虑 啊 现在呢 疫情呢 相对来说呢 整个美国或者整个世界啊 相对来说 已经处于了一种所谓的共存的状态 也就是说呢 大家就是啊 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适应了 或者说在想尽一切办法 适应这个疫情啊 所以呢 到现阶段呢 从医学界的角度来说的话 我们已经不是特别特别注重新冠了 而所有的医院也基本上慢慢的恢复到了 疫情前的一些运作状态 那么这个什么概念呢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 虽然说我们现在发现 新冠的住院人数在丧生 但是这里面大概有一半的人 40%到50%的人 并不是因为新冠去住院的 而是因为到了医院里面 我们统一检查 而发现他们感染了新冠 也就是说那些人是无症状者 或者说是轻症状者 他们并不是因为新冠住院 所以说 这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 就是虽然住院的人数上升 但是重症病房 和死亡人数一直保持平稳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 包括现在我们最新的变异 BA4和BA5 那么在这 那么所以说 我现在把所有的精力 要改我的本行 就是说 我在医院里面最主要做的 并不是传染科 并不是新冠之类的东西 新冠之类的东西呢 和我的工作有关系 但是我最主要的 还是在癌症方面的研究 所以说呢 接下去呢 我和乔鲁基金会 或者公益大讲堂 最主要我讲述一些 关于癌症方面的知识 或者说回答一些癌症方面的问题 当然了 今天这个讲座也是同样 今天我最主要想讲一讲 甲状腺的结节 和甲状腺的癌症 在讲完之后呢 如果大家对于现在的疫情 还是有问题 或者说对于新的那个喉痘 也有问题的话 我欢迎大家提问 我尽量的回答大家 那么在说这个之前呢 按照美国的常规法律吧 我必须要做一些声明 这个第一个声明呢 这是我的专业阐述 也就是说我用专业的知识 和大家进行交流 并不是我的医院派我来的 而我所做的这些所有的东西 是我的PPT 就是我的PPT 而并不是主办方做了PPT之后给我的 这是两回事情 所以说呢 这些东西呢 我的观念并不一定和主办方完全一致 所以这里面是我的专业的东西 第二个就是说 甲状腺节节 甲状腺癌症 是今天我所讲的一个主题 但是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科普性质的 我不能在这里面帮你们诊断 或者给你们的一个治疗意见 我可以泛泛而谈 大范围的谈 但是我不能谈某一个患者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如果在最后提问的时候 大家注意一下 不要把你们的 所以说认识的亲戚朋友 或者说认识的人的个人的信息 发出来 这个是不合法的 我也不想这样子 你们可以问大范围的问题 我尽量回答大家 但是不要把个人资料公布出来 另外呢 袁文先生也说了 因为疫情开始至今 我已经做了四五百个各种的视频 里面有大部分的是关于疫情的 但是里面也有癌症的 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基础疾病的 包括一些非常处方药的 我都有啊 这里面有 如果你在美国的话呢 你可以去我的YouTube 叫一吃的木头屋里面 找到这些视频啊 确实很多啊 但是你们找一找应该找得到 最近呢 我和搜狐视频呢 也达成了协议 他们让我呢 在搜狐视频呢做直播 所以呢 我每个星 每星时间呢 每个星期五晚上 我会做一直播 谈论各方面的医学上的问题啊 医学上的问题 那么你在搜狐视频呢 你就找我那个加州的药体师 江博士 也就可以了啊 今天讲的那些东西里面呢 其实有一些基础知识 我在这个两个里面都讲过了啊 都讲过了 这个呢 包括了就是癌症 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癌症 我们应该要注意些什么啊 最近两次讲座呢 最主要是讲座了两个疗法 一个就是靶向疗法 一个是免疫疗法 啊 这两个东西呢 今天呢 我将会讲 但是呢 里面的原理 这些东西呢 我可能就一笔带过 如果大家对于免疫疗法 或者靶向疗法 有想了解更多的东西的话 那么我欢迎你们呢 你们要么去医师的木头 要么去加州药体师 江博士 里面你去找我那些啊 视频就在过去两三个星期 我我我我讲过这方面的东西 所以说到最后 如果说你对我有些东西 一笔带过的 不是太了解的话 你们可以过去看一看 好不好 好 那么呢 今天呢 最主要是打在甲状腺 甲状腺呢 这个东西呢 是在我们的脖子上面 就在这个位置的 是在这个位置的 因为呢 它在 英文大概不叫甲状腺 英文叫 叫叫做 中文呢 它觉得像一副胸甲 一个盔甲的感觉 所以呢 它称之为甲状腺 甲状腺呢 是内分泌系统的 一个腺体来的 它是正反两面 你如果看正面的话 就是一个甲体 如果反过来的话 你还可以发现 它旁边还有几个腺体 那这个黄色部分 叫甲状腺 这两个腺体 作用是不一样的 甲状腺 就是表面的部分 甲状腺 主体部分 它是由 绿泡细胞形成的 它最主要的产生是 甲状腺激素 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 T3和T4 这个是由甲状腺 形成的 而甲状腺 这最后旁边的四个黄色的点 它是有一种细胞 叫C细胞形成的 而这个C细胞 就不是产生甲状腺激素 普通激素 T3T4 它产生一种叫降钙素 Calcitonin Calcitonin呢 它最主要是调节人体 在血液里面的 钙的一个浓度 是这个作用 所以说呢 我们往往在测试 甲状腺功能的时候 往往会测试 几个不同的东西来的 这就是因为甲状腺和甲状腺 是紧密的连在一起的 有些时候在检查 甲状腺的节节的时候 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有些时候 大家需要两个同时被测试 那么甲状腺的激素 对我们人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基本上可以称之为 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的 一个调节剂来的 它可以控制我们人体的 能量的速度 也就是说 就是你人体如何调动自己的能量 如何制造蛋白质 甚至于调配人体身体的其他激素 所以说呢 当我们去做体检的时候 往往如果你告诉医生 我这段时间精神不振 或者说你有其他各种各样的症状的时候 医生往往会第一步 让你先检查甲状腺 因为很多身体的不良的反应 不良的症状 都有可能和你的甲状腺的能力度 或者说能量 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 对于小孩子来说更加要紧 小孩子的成长发育 都和甲状腺有关 甲状腺有关 而对我们年龄慢慢慢慢增加的时候 那个甲状腺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变化 而造成我们有些时候的各种不适的症状 特别在更年期 大家可能更加容易 体会到这方面的差异 那么本来我不想谈这个问题 因为最主要今天谈甲状腺结结 以及甲状腺的癌症 但是昨天在那个微信群里 有些人让我谈一谈 甲状腺的抗净 就是甲状腺 以及甲状腺的衰落 或者甲减 这两个问题 甲状腺抗净就很明显 就是甲状腺的激素 刚才我说的T3T4 它分泌的过多 过多的时候 就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造成人体的新陈代谢握快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变成人的食欲 就是想吃的增加 但是体重反而会下降 就是因为新人太快 有些人说这样子不是挺好吗 当然如果说是你有目的性的降体重 这个没问题 但是它是病变来的 病体来的 因为它会造成心脏的剧烈跳动 心脏跳动过快的话 就会造成心动过速 甚至于出现心律不齐的现象 这个对人体就有危害性了 而且这种情况 会造成人体的睡眠不正常 甚至于造成一种紧张症 紧张症易怒 四肢无力 诸如此类的 因为人家说 抗风为什么四肢无力 因为它是这样子的 人体能量总会到一定程度 它一般情况下 它一般是过度抗风 过度抗风用太多的能量 然后把肌肉里面的 那些储存的能量都用完了 所以它就造成了一个剧无力 那甲状前抗风 一般的情况之下 是用三种不同的方法进行治疗的 第一种是药物 如果刚刚开始比较轻症的话 你完全可以药物进行控制 然后如果药物控制不明显 因为这个药物控制 往往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效果 所以有些时候不用逼着医生 医生我吃了这个药没有效果 其实这就是个问题 因为甲抗的药物 需要时间才起效 但是确实如果你觉得过了三五个月 甲抗还是无法控制 那么它就可以进行第二种治疗 第二种治疗是什么治疗呢 就是用一个非常轻微的放射性元素 去把一部分的甲状腺细胞给杀死 因为甲状腺这个东西和点有很大的关系 人体里面基本上所有的点 都泡到甲状腺细胞里面去了 所以甲状腺细胞和点有很大的关系 待会我就会告诉大家 这个和癌症治疗也有关系 然后呢如果说我们把那个放射性元素 放在点里面 那么这个当那个点被甲状腺吸收的话 那么这个放射性元素也只会跑到甲状腺里面 那么这种轻度的甲状腺里面的激素 它就可以 不是那个放射性的那个放射线 放射线它就可以杀死一部分的甲状腺的细胞 从而呢把甲状腺的抗风情况给治好了 如果药物或者说是放疗甲状腺的点的放疗 都没有起到足够的作用的话 接下去一个方法就是切割 切除甲状腺呢 一般对甲状腺来说 一般医生不会把整个切除 会进行局部的切除 它会保留一部分 这就是甲状的这个治疗的方法 而对于女性六四岁以上的女性 这就是我说的更年期以后的女性 经常会出现了一个问题 叫甲减的情况 甲减的情况就是甲状腺的激素分泌过少 那么过少的时候呢 它形成那些下降 然后就会发冷 皮肤呢会建成一种比较干燥啊 可能就是那个干巴巴的感觉 然后呢就会造成一些记忆性的问题 或者情绪性的问题 就是一个是易怒一个是忧郁 这个问题 甲减的治疗呢 其实是很直接 也是很普通的就是吃药 吃药 但是呢这个甲减的药物呢 甲状腺的激素的药物呢 这个量可以要 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 所以这个量呢 一直要控制 那么有些人问我 吃了甲减的药物之后 是不是可以不吃 某的时候不吃 大概率是不行 除非这个甲减 是由于某一些其他疾病引起的 因为甲状腺的那个蜂蜜 是由于那个脑垂体调控的 所以说如果脑垂体里面有些病变 但它治好这个脑垂体之后 那么甲状腺的功能恢复正常 那当然就可以不用吃药了 或者说这甲状腺的激素降低 是由于某一些其他治疗 比如说放疗或者怎么样的 造成了一些短时期的甲状腺激素的分泌的过少 那么当然你当你恢复正常以后 也是可以不用吃药 但是大部分由于是人体的自然的一个衰退 而造成的甲减 那么很不幸 可能一直需要吃药 而且可能就是药物量 随着时间的突移 需要一点点的增加 希望这个 这个就是 对大家就是昨天提问的 我相信 应该回答了一部分的这样的问题 好不好 那么 现在就进入第一个主题 就是甲状腺的结结 关于甲状腺的结结 甲状腺的结结 其实甲状腺的结结 分多样化的 多种情况的 往往甲状腺的结结 有单一的 就是只有一个甲状腺结结 也有多发的 可以是硬的 总块的比较硬的 也可以是囊种 囊种是什么的 囊种是里面充斥的比较多的液体的 往往呢 这个囊种型的 甲状腺结结 我们说往往大部分是良性的 而总块性的呢 有一部分 有一部分 有可能 是不良的 总体来说的话 甲状腺结结非常普遍 今天我现在看看多少人来看 听了我的视频 现在大概330个人 330个人里面 我估计大概有150人左右 已经有甲状腺结结 只是你自己知道不知道的问题 因为在整个美国 50%的人 有甲状腺的结结 在中国 甲状腺结结的人数更加多 60岁以上 甲状腺结结 从上一次的一个 我看的2016年到2019年的调查的话 他们觉得应该有70%的人 有甲状腺结结 具体是什么原因 中国高于美国 没有 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数据 没有一个具体的研究 我也不是太清楚 可能和生活的环境 食物 或者说 各种的其他的那个外在的因素 可能有一点关系 也有可能就是说 生活紧张 就是节奏不一样 因为相对来说的话 美国的节奏和中国的节奏 有一点点不一样 中国的节奏可能太快 造成人的情绪的一个比较紧张 情绪紧张的话 也可能造成了这种节奏的产生 这个 我只是个猜测 你不要说我作为定论 这只是一个假设 所以说 甲状腺结结在华人里面 应该是非常普遍的 但是有点好处 不管什么人种 不管在什么地方 甲状腺结结 良性的可能性是90%到95% 也就是说 大部分的人 甲状腺结结是良性的 也就是不是癌症的 也就是说 你除非对自己有影响 要不然的话 你可以去不去管的 那这也就是有些人说 我是不是需要去 你刚才说 50%的人有甲状腺结结 那么我是不是要告诉医生 我进行扫描之类的东西 当然有这个可以 但是我待会会说 应该是怎么样去做检查 比较合适 好 那么谈谈甲状腺结的 结结的一个症状 甲状腺结的大部分时间是没有症状 就像看不出来 也摸不到 什么也不知道的 是一点症状都没有的 只有当甲状腺大到一定程度 才可以 或者说它是长在甲状腺的表面 才有可能 为什么 什么叫表面 我回过头去给你一个 就这张 因为你看 甲状腺有正面和反面 甲状腺的外面 是和我们的脖子摸得到的 所以如果的结结是长在表面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一眼就看得出来 或者摸得到 但是如果说那个结结是长在 在这个背后的话 我们往往 摸不到 也感觉不到 这个结结 所以说 所以说 只有大到一定的程度 如果是里面的话 才能被发现 经常看到的就是 这里突出一个东西出来 比淋巴结要大 可以是软的 也可以是硬的 或者在吞咽的时候 你就会看见 有一个东西在滑动 在这边的 在两边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们要知道 从解剖学角度来说 这里面 就是我们的气管和食管 所以说就造成一种 你吞咽的时候 你吞东西的时候 吞口水 吃东西的时候 有一个异物感 就好像有个东西 一直卡在这里面 或者如果是和气管那一变的话 那么你有可能感觉到 就是呼吸有点困难 都有可能 那么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尽快找医生 让医生确定 到底是假装性的问题呢 还是普通的咽喉炎呢 或者其他的原因 或者扁桃腺呢 这种东西 那么这个是从外表的一个症状 从里面的症状来说的话 就是能力全身症状的话 假装性节节 有些时候就会操作 体重的减轻 出汗多 精神紧张 这些你说 这个不是和刚才的假抗差不多吗 对 和假抗差不多 因为假装性的节节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正常的假装性组织 过度生长 过度生长 当它过度生长的时候 它就会造成这个情况 因为它会产生比较多的假装性素 也就是说 它体现出了一个假抗的一个症状 所以说往往在假抗 往往会半生假装性节节 是同时 差不多同时出现 那么另外呢 有可能就是一种假装性的囊种 这就是囊种 假装性囊种呢 就可能由于某种程度上 假装性在某种情况下 受到一些损伤 有些细胞死亡了 然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空囊 囊种 所以说呢 另外一个呢 最最 美国不大常见 但是在某些地区 它最常见的一个情况 就是它不够点 在食物当中 没有合点 现在在一般的发达国家 都不大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们在很多的食物里面 特别食盐里面 会加一定量的点 放得足够 但是 但是在有一些落后地区 特别不是沿海地区 它的点可能有个缺乏的情况 而造成假装性的结结 这就是一个般的风险 如果假装性结结的最大的风险 就是缺点 这个在我们这些 中国或者美国 这个不大 不大可能 发现 但是呢 辐射 我们往往 会认为是假装性结结 现在增加的 可能的原因之一 当然了 有些学者认为 现在假装性结结 发现的越来越多 这个和我们的 检查的手段有关系 因为过去只是X光 一般的X光的话 根本就造不出 小的那些假装性结结 但是现在有B超 现在有CT 找出小于一厘米的 假装性结结 都有可能性 都有可能性 但是呢 这个辐射 这个辐射的量 这个我们需要注意 所以说呢 在我们往往 就是说 对于特别孩子来说 孩子生长的一个阶段 就是在20岁以下 我们要告诉他们 尽量要避免被各种辐射给污染 如果大家知道附近有那个放射线源啊 什么东西啊 尽量避免 也就是20岁以下 尽量少让孩子们做X光啊 CT啊 这种带有辐射性的检查 除非有必要 除非有必要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有个错误的概念 我早点检查越好 可是你不要忘了 你做这种检查的时候 他们往往是用射线的 对于小孩子来说的话 除非有其他症状 要不然的话 我们一般不建议 用有辐射性的检查 那么用什么检查比较好呢 用B超 B超是超声波来的 超声波是没有射线的 所以做小孩子来说的话 用超声波检查 相对来说比较好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问题呢就是说吸烟和喝酒 大量的吸烟喝酒 都会增加进行造成这样 一些节节的一个风险 风险 另外一种呢叫胰岛素生长 因子过高 这种呢是一种生长素来的 因为一般的情况下呢 你在实验室测试的时候 可能会被发现 这个我不就详细谈了 这个你的医生 会根据每一个人的情况 因为这种情况发生的不多 另外呢 假装性节节呢 女性比较多 特别是有子宫肌瘤 长过子宫肌瘤的女性 我们发现 节节的概率大大上升 所以说你如果有子宫肌瘤的话 或者家里有子宫肌瘤的话 可以进行这一方面的检测 相对来说风险就比较再大一点 那么怎么样进行检查 一般的检查的话 就是最常见的检查 就是普通体检 普通体检就是摸一摸 医生会帮你摸一摸 你自己都可以摸一摸 当然了你不是专业的 你有时候摸不太出来 不知道怎么摸 一般医生每年年检的时候 他一般都会帮你习惯性的摸一下 然后有些时候 医生会让你摸的时候 让你吞个口水 因为有些时候小的那个结结 你感觉不到 但是你有被挤压的时候 它会压迫着那个气管之类的东西 那么你在吞咽的时候 你就肯定有点感觉了 有点感觉 这是普通的体检 一般每年的年检 这是必须的 然后他就为了你做一个 甲状腺的功能的测试 就是刚才我说的T3T4这种检测 因为我说了甲状腺结结很大的时候 是由于甲状腺的细胞的不正常的增生 所以他有一些甲抗的 所以T3T4可能有一些变化 他如果发生T3T4变化的话 他往往就开始让你进行检测了 然后就是超声波 超声波的检测我就说了 这是我比较推荐的 他如果医生觉得怀疑你有甲状腺结结的话 一般一个负责的医生会让你先做一个超声波 如果超声波看不清楚的话 或者超声波里面只是怀疑的话 那么他有些时候才会让你去做CT 就如此类的 如果做了超声波做了CT 他确实发现了那个结结 而且这个结结有一定尺寸的话 那么那个医生就会告诉你 我想要做一个活检 活检是什么 活检就是说 要把这个甲状腺结结里面的一些组织 或者细胞提取出来 他是这样做的 其实旁边这幅图就保证了什么 这个旁边是超声波的探测器 他用这个超声波的探测器定位 找到那个结结的位置 然后用一个针刺进去 找到那个结结的位置 在那个结结里面 抽取一定的组织 然后放在显微镜里面看 那么活检有什么好处 活检里面他就会一下子就发现 这个到底是癌细胞 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增生细胞 那么这对以后的那个治疗的方法 或者步骤会有指导性的作用 如果发现是良性的一种治疗方法 如果是癌症的话 有另外一种治疗方法 那么甲状腺结结的大小 是不是和癌症有关 甲状腺结结的大小 确实和癌症的比例有关 一般的情况之下 一般情况之下 你们来看看 这个蓝色的是良性的 红色的 是癌症的 如果是小于两厘米的直径 小于两厘米的结结 大概率 大概率是没有问题 大概率是没有问题 因为基本上 只有3%的可能性 可能是癌症来的 那么如果到了2到3个厘米也是同样 也没有多大的问题 甚至于到了4厘米也没有多大问题 我们发现癌症的可能性增加的一个尺寸是4厘米 在4厘米以下 良性的可能性远远大过核心 所以说一般的情况之下 在4厘米以下 医生会让你做一次活检 但是到4厘米以上的话 医生就告诉你 可能你不要做活检 我直接把你去除算了 因为这个癌症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这个就是尺寸和癌症的关系 那么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一个评估 但是这当然不是一个100%的定律 这也就是为什么4厘米以下 它还会让你做活检 因为4厘米以下 他觉得虽然说概率小 但是还是有这个可能性 那么结结是怎么样治疗的 就像我刚才所说了 如果说他发现是良性的话 而且尺寸比较小 又不压迫气管 也不压迫那个食管 他就要你观察 医生就说 你每一年我过来帮你 做一个超声波 看看有没有长 如果他一直保持这个尺寸没长大 那么就一直观察着 如果说他一下子 在短短一年之内翻了一倍 或者长大了31 那么医生就要考量了 到这个尺寸这么快的长 而且他们特别要看那个结结的表面 如果他那个结结表面 从超声波里面看是平滑的 一般是良性 但是他上面是坑坑洼洼的 恶性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所以说刚开始的时候 尺寸小的时候 尺寸小的时候 一般是观察 一般是观察 然后呢 那个甲状性 甲状性那个激素呢 就是帮你调节 调整会正常的 因为你真正的嘛 甲状性激素增加了嘛 他会帮你调整正常 就有点像甲康一样的治疗的方法 然后最后一种呢 就是手术 手术呢就是刚才我想和甲康一些差不多的 用一点放射性的东西 把一些甲状性的细胞 把甲状性或者甲状性的那个结结啊 就消融掉 我们就叫消融素 消融素是什么样子呢 其实就是和和这个火简差不多 火简差不多 用超声波 然后呢这个不是针头来的了 这个呢在这个前面呢 他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他可能打打一些的酒精进去 让他消掉那个结结 也可能是用一些电极 把它定点的把这个结结 慢慢慢慢慢慢的给垫掉 垫掉啊 这就是一种消融素来的 然后呢如果这些都不成功的话 也就是刚才我说了 用局部的切除法就是把那个结结 和周围的甲状性给切除掉 切除掉 大家可能都很比较担心啊 大家比较担心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你就要做个手术嘛 那这里会不会留个疤痕 现在呢有一部分的患者 他可以不同 不从这里开刀 而是从嘴唇 你们看这个 这张子 这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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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手术室的照片 也就是说 下嘴唇 从这里 开刀 进入 去除一部分 甲状性体 或者甲状性体 那个结结啊 这样子的话呢 就不会流霸啊 看上去和外面完全一模一样 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那么呢 这就是呢一般的结结的啊 甲状性结结或者良性结结的 一些一些的那个治疗的方法 一些治疗的方法 具体的治疗的方法 要跟个人的甲状性结结的位置 多少以及性性质而决定 这个要看你的医生的一个说法 医生说法 各种治疗方法 因论而已 好 这就是大部分的一个甲状性结结 我先停一下 我先看一看 大家对于甲状性结结 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 我看看好多人有提出了疑问 我看一看啊 你大家顶我一下 等我一下 OK 有一位人问就是甲状 用了点131 点131治疗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放射性的疗法 他就用点把那个放射性的东西 放到了那个甲状性里面进行治疗 那么有些时候呢 那个放射性元素放的过多之后 他就可以可能造成那个甲状性的东西啊 消灭太多 所以从甲抗一下子又变成了甲碱 那么开始要吃药 呃 吃了药一段时间之后呢 这个甲状性的指标正常了 正常之后呢 医生有些时候会告诉你不用吃药 这个事就是我说了 由于其他疾病而造成的甲碱 这是可以停药的 啊 因为人你的甲状性啊 不是全部被破坏 一部分的甲状性细胞被破坏 然后呢其他甲状性细胞呢 就会慢慢的替代于本来的那些甲状性的细胞 然后呢 甲状性的指标 恢复正常 那个这种情况是可以停药的啊 这是可以停药的 呃 日常食用的点盐 长期服用 会不会造成身体里面积累 因为过量的点有害啊 啊 这个食盐里面放的点的量 是有一个严格的规定的 有一个严格的标准的 如果这个食盐里面那个量 没有超过量 不会有这样的危害性 但是如果说这些 有些厂家 那个生产的质量不把关 造成点过量 确实会有影响啊 确实会有影响 呃 甲状性节节什么情况 需要动手术 那么我就 刚才已经 我已经基本上讲过了 甲状性节节 如果是良性的话 大概率你可以不用管 但是 如果影响你的呼吸 影响你饮食 或者影响你的外观 就突出了一大块 那么当然手术是相对比较好的 呃 新冠疫苗会不会促进 甲状性节节癌症的形成 有部分人怀疑 新冠疫苗的副作用 会增加节节的风险 呃 确实有人这样提出过 但是 至今为止 没有证据 没有这个数量的证据 告诉我们甲状性节节 增加了啊 所以说这个 只是一个假设 甲状性节节要空点 能吃牛奶鸡蛋海鱼吗 这个看一下啊 自己的一个情况 如果说你的食物里面的点的来源过高的话 那么你去需要一个合理的一个安排啊 如果说你觉得你的饮食还相对比较正常的 不是特别偏重于高点的食物的话 那么我觉得就没有多大问题 嗯 OK 有些人让我 所以说关于牙医的那个 X光啊 因为看牙者会做X光 你们应该知道做牙医做X光的时候 他一般这个地方会帮你围着一个微博 这个微博是牵来的 他就可以反射或者阻挡 射线进入到你的甲状线啊 所以说他这里有个微博 如果你在做牙医做X光的时候 那个牙医没给你在这个微博的时候 你要举手要告诉他你要带这个微博啊 这个就是避免不必要的放射线啊 而且呢我不建议经常做这方面的X光 一般一年做一次 而且小小范围的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一般他会给你带这个微博 OK 一年差不多 对 还是一个X光的问题 有人说就是一年一次 我觉得一年一次差不多了 不要再不需要太多 有些人问我就是假装性的良性 变成恶性的概率有多高啊 这个就是刚才我所所说的 大概只有5%到10%的可能性变成恶性 大部分的还是一直抛成良性的 他说请教一下姐妹三人 两个人有乔本甲状腺炎且没有结结 一个只有甲状结结 乔本患者不会有结结的说法 对吗 姐妹三人甲状疾病是遗传基因吗 这个我很难说也有可能是 可能是遗传的 也有可能和他的生活的环境有关 也可能就是他的生活的一个区域里面 有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一些射陷 或者说一些致病的原因 这个很难说 我也需要 这个需要一个比较详尽的分析才能知道 OK 有些人问如果是恶性针刺穿刺动作 会不会让部分癌细胞扩散 癌细胞的扩散最主要的是通过淋巴系统扩散的 待会我会具体说 而不是靠这个针头扩散的 所以说甲状腺的癌症 待会我会告诉大家 其实这方面的穿刺而造成的那个扩散 你不用过多担心 待会我会想 有人说求推荐好的甲状腺医生急需 这个要看你生活的区域 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是就住在旧金山湾区的话 其实有很多非常好的医生 如果说你想更加好的 最好的 那么在旧金山湾区有两所 相对来说是全美国顶级的医院 一个是UCSF我工作的 一个就是Stanford 这两个 其实像John Mayer CPMC 这些都是很好的医院来的 里面都有很好的甲状腺医生来的 这个你不需要过多的着急 有了结解一定要治疗吗 刚才我就说了 你们看了就知道 甲状腺需要终身服药吗 甲状腺对于很大一部分来说的话 由于这是你的身体的一个自然的过程 确实一直要服药 甲状腺的药物 Centway 这种东西 或者说你们国内叫优甲热 或者什么东西 我忘了 这个药物如果用量正确 只是保持你的甲状腺的量 保持一定位置的话 没有什么副作用 有人说甲状腺尺寸小 但是伴随着甲抗的症状 但T3 T4的正常范围偏向最低正常值 需要治疗吗 这个一般要看你的医生看法 一般他会做一些局部的一个甲抗的条件 可能用口服药 一般我们我们往往认为 如果对你生活没有影响 也可以观察不进治疗也可以 但是有些医生会让你吃一些低激烂的药 把它为止正常 也有可能 这个要看每个医生的一个判断了 可以判断了 超声波检查和甲状腺少码有什么不同 B超就是超声波的检查 B超就是刚才我说了 它是超声波所以它没有射线 但是你如果说是甲状腺扫描的话 用CT的话 这个一般我们就是进入到了怀疑有癌症 我们才这样做 因为CT的话它本来就是一个射线来的 尽量 我刚才就说尽量不要有射线 有些人问在美国甲状腺节节做消龙手术治疗的多吗 挺多的 消龙手术挺多的 如果有需要的话 它会做消龙手术 消龙手术之后会不会复发 每个人应难而离 这个很难说 因为想多发现的甲状腺节节 确实你哪怕消龙的一个第二个也会出现 确实有这个问题 嗯 好了 那么我就其他的问题都基本上差不多的 我就先不说了 我先回归到啊 回归到我的那个 讲座里面去吧 讲到讲座里面去 现在去 因为有些问题 我觉得我下面的讲座 基本上可以已经回答了 下面的讲问题呢就是 我们回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甲状腺癌症 甲状腺癌症 比甲状腺节节要要复杂的很多 因为甲状腺癌症呢 它有分很多种类 它分很多种类 它并不是一种单一的一种 一种癌症来的 因为刚才我说了 甲状腺分甲状腺 和甲状腺 这两个是 不同的 所以它产生的癌症 也是不一样的 一般来说的话呢 我们把它分为分化性的甲状腺癌 另外一种是非分化性的 分化性的癌呢 一般的情况下是比较常见 而且是比较容易治疗 预后也是比较好的 最常见的我们一种叫甲状腺的乳头状癌 甲状腺乳头状癌呢 是甲状腺癌症里面的 占了百分之八十 占了百分之八十 它的好处呢 它生长速度是非常缓慢 它慢慢长的 所以说不急 所以有些时候你说 哎呀我有甲状腺癌 为什么医生不帮我 及早治疗 因为这类癌症的话 它往往生长速度很慢 而且呢 它只是在单边 所以说 我记得在2020年疫情 刚刚开始的时候 好多患者 他有甲状腺癌 医生说 你回去等几个月 我们再做手术 别来医院医院里面 你被感染 后来这个疫情好一点 他再来做手术吧 就可以和其他癌症不一样 我就这样说吧 如果说 不得不让我得一个癌症的话 甲状腺 乳头状癌 可能是我的一个选择 因为好几种癌症的 就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治疗 而且是发生比较慢的 这是其中一个 这个其中一个 另外一种呢 叫绿炮状的甲状腺癌 它占了10% 这个呢 往往是出现在一个比较缺点的地区 在我们美国或者中国 出现的概率相对比较低 最后一种呢 就叫赫氏细胞癌 赫氏细胞呢 其实是绿炮状甲状腺癌里面的一个 特殊的一个东西 绿炮状的甲状腺癌呢 它可以用点 因为它是缺少点癌引起的 我们可以用点来定位 但是这个呢 相对来说比较难以用点来定位 所以它的预后呢 相对来说糟糕一点 但是好呢 它只是占了整个的甲状腺癌里面的 大概只有3% 这么一个程度 所以大部分的分化性的甲状腺癌 我们知道它是比较缓慢 而且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治疗的 相对比较治疗 那么另外两种呢 另外两种 一种叫甲状腺的绥胺癌 这个东西呢 最主要是甲状腺 甲状腺癌里面的C细胞 产生的一种 一种呢是属于散发性 一种是遗传性的 散发性的呢 一般的情况是年纪大的人会产生 它占了整个绥胺癌里面的80% 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癌啊 是绥胺癌里面的80% 它不是遗传性的 它和年龄有关系 另外一种呢是遗传性的 遗传性的占了这个绥胺癌的20% 它往往出现的是儿童状 它是遗传的 家族的遗传 比较明显的一个症状 而且呢它出现的时候呢 往往是双变性的 所以这个情况检查呢 我们一般会发现就是 到底这个癌细胞 到底是哪个细胞转化而来的 这个就和刚才的一个分化性的不一样 最最难治而最最麻烦的一个 是甲状腺癌的 未分化癌 这个是最难医 但是好处它是整个甲状腺癌里面的2% 它难治的最主要的问题 它扩散的很快 它和刚才的分化性的不一样 分化性的它的 它那个发展很慢 它也不大容易扩散 但是这个很快 而且很容易扩散 这个是基本上 甲状腺癌里面 如果造成不良情况或者死亡 往往是甲状腺未分化癌 而造成的就是我们 英文我们经常叫做ATC的 那个甲状腺癌 甲状腺癌这种情况 那么甲状腺癌 如果说治疗妥当 治疗及时的话 它存活率是很高 所以刚才我就说了 如果说有一个癌症 我不得不得的话 那我可能就选择甲状腺癌了 因为你们要看到 刚才我说过了 这两个就是分化癌 就是我们刚才开始说的 大概率的就是这两种癌症 有鲁头状癌和绿炮状癌 这个我再回去给大家看看 因为我知道这些名词 大家记不住 也就是这两种癌症 绿炮状癌和鲁头状癌 这两种癌症 这两种癌症 你们要看到 如果只是在甲状腺癌 里面的话 五年 基本上它没有死亡率 基本上百分之一百 都可以存活 没有问题 哪怕就是传染到了 附近的一些淋巴的话 它五年的存活率 也高达了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八 基本上 没有什么危险 所以这就回答了 刚才有一个朋友的问题 他就说 如果做了穿刺癌细胞万一 这个转移了怎么办 一般转移第一步 他要怎么转移 要转移到零八截 达到零八截 如果说 哪怕转移的话 也有这么高的存活率 你有什么可以担心 远程也就是转移到 相对来说转移到 其他的器官里面去了 那么它的五年的存活率 略低一点 但是也是达到了百分之七十五 百分之六十三 这是治愈率会很高的 待会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会治愈率这么高 然后呢是绥养癌 绥养癌呢 它自愈率也是比较高 因为它是一个 甲状螃蟹形成的 所以说呢 当到了远程的时候呢 它的那个 治疗的效果略微要差一点 大会我也具体解释一下 到底是什么原因 因为治疗上面的一个比较困 什么样的困难 最麻烦的就是 我刚才说的最后一个 最麻烦的就是 甲状腺癌里面 占百分之二的甲状腺癌 是未分化癌 百分之二 但是你们看 它的五年的存活率 就不很乐观了 就不是很乐观了 所以尽早的发现 甲状腺癌 尽早的治疗 一般的情况来说 大概率来说的话 没有 没有多大问题 因为记住 未分化癌 只有甲状腺癌里面 占的比例 只有占了百分之二 只有占了百分之二 大部分的人 问题不大 这也就是为什么 好多医生就说 你有节节 也不用过多担心 我们可以一直的 帮你观察 也是有道理 因为他们觉得 哪怕癌变的话 他们对他们来说 治疗上面 也并不是过于的困难 不像其他癌症 好 那么到底怎么样治疗 这也是我的最后一页了吧 最后一页了 我讲的 我说的挺多的今天 第一个就是手术 如果说是 一般的情况下 手术的第一个要素 就是他们想尽量的保留 你的甲状腺 因为你当你尽量保留甲状腺的话 你的治疗之后 你就可以不吃药 因为你当你甲状腺全部去除的话 你就有没有甲状腺激素 没有甲状腺激素 那么肯定的变成了一个 手术后的夹减状况 你必须要一辈子吃药 就是甲状腺激素的那个补充计量 要 所以呢一般的情况 第一选择是局部切除 就是说如果只是单边的话 没有影响另外一边 他就把单边去除掉了 当然如果是多发性的 各个地方都有 都有 或者说那个癌细胞 从一边已经侵蚀到另外一边了 他会把这给去除 但当然如果说这个甲状腺的癌细胞 在附近的淋巴也发现了 那么要把附近的那些这个地方 脖子帮一些淋巴 也要去除一部分 这就是一个手术来的 大部分手术 然后一般的情况下 甲状腺治疗之后 接下去一步就是放疗 刚开始的时候 如果不管 我不知道你们来不来 我已经说过了 人体里面的点 大部分都是聚集在甲状腺 或者甲状腺细胞里面的 而同样的 如果说这个癌细胞转移了 癌细胞转移 过去我也讲过这个问题 癌细胞转移 它并不是改变它自己的细胞 它这个细胞还是甲状腺细胞类的 它和甲状腺的细胞是很类似的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它有一个可能性就是 它会吸取那个点 因为这是它的一个功能来的吸取点 所以说做完手术之后 如果医生担心全身还有一些 游离的甲状腺的癌细胞 他们就会把一个放射性的点 注入到人的体内 它一般会这样治疗 它一般就是告诉你 你切除了 然后不要吃那个甲状腺激素的药 不要吃 那么教成你的身体里面的一个 甲状腺激素很低 那个时候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就给你服用甲状腺的点 甲状腺的那个放射性的点 那么这样子你想想看 如果体内还是有一些带有癌细胞的 甲状腺细胞会怎么样 它会马上去吸收这个点 这个点 吸收进去之后 其实这个点对那些甲状腺细胞来说 其实是个毒药来的 因为它里面有放射性 它一下子就把这个放射性 这个放射性就把这些游离的 甲状腺癌细胞给消灭掉了 这也就是我刚才 刚才也有说了 它的治愈率这么高 因为它有办法跟踪追踪 甲状腺癌变的细胞把它消灭掉 把它消灭掉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 手术不适合 由于某一种特殊的原因 它无法切除 那么只能用放尿 那么就是外部的放尿 外部的放尿 一般的情况下 这个就是甲状腺 可能和里面的一些气管 粘粘风险过高 或者说由于某些原因 患者选择不愿意做手术 这是另外一回事情 这些手术和放疗 都有一些风险 最大的风险是什么 就是对于里面的 声带 气管 食管 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 往往呢就是说 最常见的患者对我们来说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声音会撒痒 说不出来 因为这个时候有些时候影响了声带的神经 或者说声带的本身 有些时候是可以治疗回来的 有些时候是不行 有些时候是不行 那么接下去呢就是如果说手术和放疗 都做得很好的话 一般就不需要化疗 但是有些人可能还是需要化疗 那么哪些人可能需要化疗呢 就是说他们做了一个放射性点 治疗之后 他还发现人的体力 他还发现一些甲状腺的激素 那么就说明还无法100%的消除癌变的甲状腺的细胞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要进行一些化疗了 但是这个概率很低 现在大概率的我们会用一些靶向疗法 在美国关于甲状腺的靶向疗法 对于各种不同的 他有很明确的甲状腺的一些药物来的 这些药物来的 因为呢 像分化性的甲状腺癌 就是刚才我说的浴炮癌 这种东西 乳头癌 这些分化性的 它一般是和多基酶有关 就是说这些癌细胞里面 它会造成一个多基酶 或者IET或者TRK的 一个靶向的一个转变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就说的那个 我过去做过关于靶向治疗 靶向治疗就是为了 遏制里面的一些癌细胞 生长的一个途径 而多基酶 RET TRK 这些都是 甲状腺癌 会自我生长的一些途径来的 所以说如果把这些途径给封住的话 往往哪怕有一些零星的 甲状腺癌细胞的话 它也无法生长 这就是 拔向疗法 这比那个化疗有什么好处呢 化疗呢 一般的情况是无差别的大面积的攻击 就是说不管对人体的正常细胞 还是不正常细胞 它都要攻击 这也就是为什么化疗之后很多人会掉头发 当然我的头发并不是化疗造成的 我的头发是男性的脱发 它一般的情况下是 是化疗引起的一种脱发的现象 而且呢会有呕吐啊 因为人体的 人体的那个食道里面的食道上臂啊 也是最容易引起化疗反应的一些地方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骨髓细胞 它会造成一个白血球降低啊 免疫能力降低的啊 这个情况啊 这是分化分化型甲状性癌 那么甲状性谁谁样癌呢 是这些药物 因为它所用的途径有不一样 因为它两个细胞有点不一样 那虽然都是多基酶啊 但是这两种是不同细胞引起的 所以说这两个药物啊 有些可以通用 有些不大也可以通用 有些不大可以通用 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细胞 所以它里面的那个生长的环境和生长的方式啊 是不一样的 最后呢是甲状性的未分化癌 甲状性的未分化癌呢 它的情况又完全完全不一样了 唯一一个药 这个三种都可以用的呢 就是最近被批准的 啊啊啊啊啊 这个东西啊啊 Literium 是这个这个基本上三种都是可以使用的啊 一种一种靶像药物来的啊啊 综合这些所有的 所以我说一般说甲状性的那个癌症啊 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纪大的啊 它治愈的能力都是非常非常高的啊 所以说啊相对来说不用啊和其他癌症相比啊 我们的担忧程度相对来说要低了 对 好了那么今天我基本上啊就讲到这里啊 讲到这里啊 这是我的一个一个统统一的说法 然后呢你们开始可以在里面留言 然后我喝口水 然后我回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可以回答啊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那么今天的讲座就讲到这里呢 好的啊 谢谢江医生啊 那现在先等江医生歇息一下 大家呢有问题呢可以放在这个chat window里面 然后呢 另外说一下我们这个讲座呢也是录像的 到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 这个视频的录像呢会上传到YouTube 如果可能的话呢也会放到国内的bilibili上面啊 所以我们到时候会把这个录像的链接都会放到各个讲座的微信群里 有人问油节节是不是可以吃海鲜啊 这个我就说了一般的情况下 你需要具体的分析怎么样一个节节 怎么节节的引起的原因 有些节节确实要避免一些点的失误 有一些可以不避免 因为我刚才说了有节节的发病的原因很多 这个呢和自己的那个 组织医生讨论一下 因为最主要看看你是怎么样的一个节节 如果说是甲状节节是恶性必须做手术嘛 如果是恶性的话也就是变成甲状腺癌 那么当然手术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 而且是很要紧的 多发性的节节是不是必须要做活节 多发性的节节啊 你也可以做观察 如果节节很小的话 当然你是可以观察 但是但是如果说你的节节在变化的话 一直在变化或者一直在增生的话 那么你们要需要考虑一下 就是我要取样看一看到底这个节节的原因是什么 有人说甲状是不是可以吃Cerenium 和吃那个巴西果仁夏威伊果仁来控制 有这种说法 但是一般的情况下 我不认为这个有这样好的效果 有人说4BG的甲状节节小于一个厘米需要做手术吗 刚才我说了小于一个厘米风险很小 除非医生怀疑就是因为他做那个CT的时候 或者说做那个什么做那B超的时候 发现他表面不光整 他有恶性的可能性 那可能需要做手术 如果要不然的话 一般的情况之下 也许可以不用做手术 甲状腺癌如果是确定是癌的话 切除一半甲状腺后的育后如何 甲状腺癌你如果切除一半 那么可能很大的可能性就是 他那个甲状腺癌只是在单边的单边 一般的情况下的话 他的育后是是比较好的 因为他的还保留了一半的甲状腺 他的一般的甲状腺功能还存在着没有多大问题 没有多大问题 那么这个只是需要每每半年或者一年跟进 看看另外一半甲状腺是不是有其他的结结 如果另外一边也出现了结结 哪怕刚开始的时候比较小 医生都可能让你切除 因为一边的甲状腺癌 甲状腺癌的话 另外一边结结大概率是癌的 所以他有可能要全部切除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就变成了就是全部切除 就可能要服药了 甲状腺结结是5厘米 T3T4正常需要治疗吗 这个我就说了 那个尺寸5厘米比较尴尬 这个癌变的可能性比较高 那么就要看当时那个医生的判断 那个医生如果判断下来 这个还不是癌变的话 那么他可以不治疗 或者说他可以用消融术帮你进行治疗 这个看每一个医生的一个看法了 其他地方的腺癌会不会扩展到甲状腺 当然有可能性 任何癌症都可以扩展 但是一般的其他的腺癌 扩张到其他地方比较多 扩张甲状腺也是有这个可能性 也是有这个可能性 那么就变成了一个转移性的甲状腺癌 这个和我刚才说的甲状腺癌 是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也说了就是 如果说是原发性的 那么我们当做甲状腺来治疗 如果说是其他的腺癌 转移到甲状腺的话 那么我们要按照其他腺癌的方法 进行治疗 而不是根据甲状腺癌的方法治疗了 甲状腺癌大于4厘米 一定要做手术吗 是否确定是否恶性 这个我就说了 要根据你自己的医生的判断 4厘米以上 动手术的概率大大增加 但是并不是说100%需要的 T3T4 TSH有什么区别 T3T4是甲状腺癌的分辨 TSH是一个控制T3T4的一个东西来的 所以在两个字 相反T3T4高的时候 TSH降低 相反也是这样子 亚籍性甲状腺癌 是不是会引起甲状腺需要吃药吗 如果甲状腺炎症的话 会压制甲状腺激素的分泌 会造成一个甲减的情况 这种情况最主要吃药呢 它会让你吃药 但是这个是一个短时期的吃药 只要甲状腺炎被治疗好了 你的甲减的情况也会消除 你就可以不要吃药了 这就是我刚才说了 由于病理性而造成的甲减 只要这个病治好了 甲减就可以不用吃药了 乔本是加甲减加甲状腺激瘤 必须使用五点盐吧 这类的患者往往我们会 建议这个情况 因为我们担心就是会高一点 我们会建议 但是按照我们这里的话 我要再去看一看 我们的那个医院的那个 我们不记得要这么严格的控制 不是这样严格 但是需要控制 这不可以通过那个年检抽血检查 甲状腺节节 年检抽血 它可以发现你的甲抗和的甲减 如果发生甲抗 那么它有可能会让你做一个节节的检查 因为我刚才说了 很多甲状腺节节 是由于甲状腺增生而引起的 那么就会出现甲抗的那个现象 那么它就有可能会找节节 但是单纯的靠抽血 是无法确定一定有节节的 节节一定要用超生波的检查 如果把甲状腺给切除了怎么办 那么甲状腺切除的话 你那个 这个倒可以有身体里面其他的方式来 来那个调整 这个倒并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 甲状腺癌半切后需要吃人工甲状腺激素吧 内地医生是说吃一粒 香港医生说不用 想知道怎么样 这个问题很好问题 是刚才我告诉 说过大家 说过了 你半切之后 刚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要吃 因为那时候另外一边 还没有取代切除那一边的功能 但是慢慢的另外一边的甲状腺 会取代另外一边的功能 那你的甲状腺的量 如果恢复增长了 你就可以不要吃药了 所以说这个并不是说 永久性需要吃药的情况 往往 往往 过了三个月到半年 就可以不要吃药了 这个 所以说内地医生 香港医生 两方面都说的有点道理 最主要取决于你的甲状腺激素 在咽血的时候是怎么样给掉 这是 甲状腺结结变成甲状腺癌 会变成哪一种甲状腺癌 不知道 这要看你 这个甲状腺的 结结的癌变 到底是朝哪一个方向癌变 有些人问我是不是有 缩小甲状腺结结的药物 没有 我不知道有这方面的药物 也许我咕噜寡闻 但是我确实没听说过 有药物 可以减少甲状腺结结 一般的情况下是用消融术 消融术 靶向药物是不是不用手术 不是不是不是 靶向药物确实有些患者不能手术的患者 我们往往 选择的是放射性点的治疗 而不是靶向治疗 靶向治疗只是为了治疗那些 游离性的甲状腺癌细胞 所以靶向疗法现在还不法成为一线的治疗方法 所以手术还是有必须的 OK 有让我解释一下当地局部和远程什么 当地就是说直接就在甲状腺里面 局部就是不但甲状腺有影响 附近的淋巴也影响了 远程就是转移到了其他的气管里面 有人问我我在bilibili上是不是有账号 我bilibili上没有账号 因为bilibili账号在两年之前被封了 我没有账号 但是公益大讲堂他们有账号 公益大讲堂有账号 所以这个视频会放在bilibili上面 是放在公益大讲堂的上面 大会原文先生会告诉大家到底是在哪个 或者说如果你的群里面明天dabla姐或者是进分姐 他们也会把链接发给大家 你不用担心 有人问我假装腺激素的药物在英文是什么 美国去药房可以买吗 药房是可以买但是需要医生处方 所以说你不能这样跑去买 所以说你一定要见过医生让医生开了处方之后才能 他们问我甲状腺的肿瘤是不是以4厘米为界限 不是节节为4厘米为界限 如果说你4厘米以下 但是也是确诊是肿瘤或者说甲状腺癌的话 也是需要手术的 我做的4厘米是说节节的4厘米而不是肿瘤的4厘米 如果出来甲减多次海带有没有改善 可能有点帮助 但是无法恢复完全正常 甲状腺炎就是酵炎一般的一个炎症药物就可以了 甲状腺炎 甲状节节穿势显示4酸性病变 良性这个节节会病变吗 任何甲状节节都有病变的可能性 都有可能性 但是现在就是医生告诉你这是良性的 现在没有那么一般的情况下我要求就是观察 如果检查还不是癌是一年检查一次吗 这个看医生对你的那个风险的评估 举个例子说吧 如果说是检查下来是良性的啊 但是你家族里面有某一个人是有恶性的甲状腺的话 那么那个医生可能让你三个月六到六半年就检查一次啊 但是如果你们家族里面没有 或者家族里面很多人有节节但是都不是癌变 那可能是一年甚至于有些时候啊 再长一点就有关都有可能 甲状腺乳头状癌手术八年了需要注意什么 没什么要注意的 没什么大不大的要需要注意的 就是说就是一般的啊 复查就可以了 因为我说了甲状腺 甲状腺的乳头状癌是最容易治疗的 而且预后最好的啊 最好的一般八年之后还是没有复发 一般的情况下啊 基本上就定期检查就可以了 呃良性的节节随着年龄的增加会消失吗 有这种说法但是一般不会 靠半边的甲状下来顶提过去 两边的甲状功能是不是 呃是不是会负担太重 呃这要看每个人的机能 大部分的情况之下呢 人体啊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东西 它那个甲状腺呢 它会啊进行某一种程度的调节 而产生足够的甲状腺的东西 但是你要考虑到就是随着人的能量 能呃人的那个人体的那个年龄的增加 对甲状腺的那个基础的要求也会降低 因为人的新陈代谢慢慢慢慢慢慢在下降了 呃刚才有一页PPT填到一线因子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页我看一看啊 你说我说的一线因子是我打错了呢 还是什么 啊 你说是这个是不是啊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过高 这个是不是 这是胰岛素啊 就是就是这个东西呢 和胰岛素就是因斯人的样子差不多的 所以我们叫做胰岛素量的 不是一线啊 这个这个你可能 你应该是说这个啊 这个是完全两样的一个东西来的啊 两样的东西 所以我一下子也给你搞闷了啊 啊啊不是不是一线因子是 胰岛素就是这个东西啊 有人问我一个节节和肿瘤有什么区别 节节是良性的 肿瘤是恶性的 就这么简单 节节对你生生命没有危险性 肿瘤如果不治疗的话 对你生命有危险性 嗯 OK 假装节节对运动有什么禁忌 假装野节对印度没什么禁忌 造成运动 造成什么 节节的英文叫什么 节节的英文叫Nodule 啊 节节的英文叫Nodule 嗯 嗯 Nodule Nodule 嗯 嗯 不是不是 有些人说我说子宫肌瘤一般也有假装腺节节 不是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个妇女长了子宫肌瘤 他在甲状腺里面出现节节的概率增加了 是这么回事 并不是说子宫肌瘤里面有甲状腺的节节 并不是这个意思 有没有相关的基因测试你我我相信你说的就是靶向药物的那个基因测试 靶向药物的话在治疗之前一般的话会让你做一个靶向基因的测试 然后再进行靶向治疗啊 关于节节这种就一般就不大会有作证 而且你不需要花费这种钱 有些人问甲状节节4.1个厘米稳定多年前穿刺过了 现在还需要穿刺吗 这样你要看你甲状节节有没有增大 如果说这么多年1.4.1厘米的话 那么当然就不需要穿刺了 如果说你一下子从4.1厘米如果举个例子说 2020年是4.1厘米 而今天2022年的话你一下变成了5个厘米 当然我建议穿刺或者索性就手速 测试冷节节或者热节节 对诊断甲状节节是否还便是否有帮助 这个是诊断的一个方面来的 这个是要看每个医生的判断来的了 判断来的了 有些那个节节是冷节节热节节 这个要看医生的判断 这个我不是太清楚 甲状腺量性节节影响怀孕吗 如果甲状腺量性节节没有造成 甲状腺激素的变化的话 对于怀孕没有影响 但是如果甲状腺的激素 会造成甲减或者是甲抗的话 那么要把这个治好了再做 再怀孕才好 OK 我相信也是差不多了 现在应该也就 也是这样吧 今天应该已经讲了一个半小时了 看来大家的提问也基本上提问完了 我觉得今天应该到此也就告一段落了 如果说 原文先生方建了一个群 如果说你们还有问题的话 可以在群里面留言 但是在群里面留言 我还是强调一点 不要爱我 就是留着话就可以了 而且在群里面大家尽量不要去谈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 特别不要发广告 发广告的人马上第一时间提出 这个是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 但是如果说尽量不要问我一些关于癌症无关的问题 关于癌症无关的问题尽量不要问 因为影响大家 因为大家最主要因为癌症来到这个群里面来的 如果说最好的方法 如果说你确实很紧急的需要找到我 或者怎么样的话 你可以用电子邮件的方法来找到我 我会把电子邮线打在那个打在里面吧 我就 这是我的 还是一句话 我会不会帮你诊断 也不会帮你治疗 我会告诉你有些东西你不明白了 我会帮你解释 可以 但是我不会诊断治疗 因为这是违法的 这是违法的 但所以说呢 我可以就是举个例子说 你像刚才那些问题 我可以 可以总结性的跟你谈一谈 但是我无法帮你进行诊断 你根本就无法告诉 我无法告诉你 你一定是假装心癌 或者一定不是假装心癌 我保证会让你回去见今天组织医生 好不好 内的B站的话 我们也会把那个链接都会放到我们这个微信群里面 所以大家可以在那个里面再去看这个回放 好的 那非常 再次我们再次感谢江医生 今天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讲座 然后呢 也是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对我们公寓大讲堂的支持 我们期待以后还能够见到 在下面的讲座里面再见到大家 然后谢谢大家 大家晚安 谢谢大家